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文林 文林 你发什么呆呀 兰儿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认得我了 但还是不说话 不是去请医生了吗 去请的那个法国医生 要晚一点才到 你坐下吧 文林 你一直晃晃乎乎乎的 是不是也不舒服啊 我没事 我是在想 那个胶卷该怎么胶出去 他们还要胶卷啊 文林 咱们不要跟军统来往好吗 他们根本不讲信用 可日本人也是不会放过我的 两害相权娶其轻吧 我是害怕 他们还要绑架 那该怎么办呢 我也在想 通过这一次的教训 胶卷不能再放在家里了 哪怕是交给军统 也不能带在身上 这样太危险了 那 那怎么办好呢 我想了一天 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一个资源瓶瓶的导报告 讲 方桃在慕容文家一直没有出来过 这期间只有这个女人 经过慕容文的家 是这个女人 汇聚诊所的江红 对就是这个女医生 好 菲莲医生 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清小姐的晚上倒不是很严重 我怀疑她因为 今夏导致的间歇性精神障碍 那么她有可能康复吗 这个不好说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条例 才有可能康复 这与病人本身的 行李能力和外界环境有关系 我已经开了一些辅助药 嗯 那就谢谢了 老爷 小泉先生刚到 菲莲医生谢谢了 让我送一下 是 来 请 小泉先生来了 我们听说 秦小姐身体欠家 特意来拜访 那就里边请吧 好 先坐吧 请问 秦小姐得的是什么病 小女受了惊吓 甚至有些恍惚 哦 那这是 这是心理的病 秦先生 现在正好有一位 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 在上海讲学 要不要我请她来 给秦小姐诊断一下 不用了 刚才医生已经来看过 开了一些药 过些天就会好的 哦 我这个病 不可大意呀 以我看 多看一位医生 总没有坏处 再说 我说的这位医生 在我们大日本帝国 是最著名的 机会难得呀 不用麻烦了 小女这些年 一个人在外 风风雨雨也经历了一些 没有那么娇气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以为还是应该慎重些 这种心理的疾病 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 将来很难康复 文脸 要不请小全先生 给那个医生说一说 给我们兰儿看看 人家小全先生是有公务的 哪能那么麻烦人家 你说的有道理呀 谁不敢保证 能把兰儿的病看好 多看一个医生 就多一份希望嘛 再说了 日本的医生也不错啊 既然夫人同意了 那我回去就安排 告诉你 走 赶他走 那这事要不要听听吴侠的想法 温爷 这您还看不出来 小姐现在眼里全是方涛 你要跟小姐商量 她还不回去就跟方涛商量 照我的意思 我们直接去找方涛 只要方涛同意走 小姐无二话 那方涛她能走吗 等会儿等会儿 我还没想好呢 重来一次 放这儿的啊 我不下这个 要下这个 来 进来 吴叔 小姐 我想跟方先生说点事 有什么事 等我们向安全盘棋再说吧 小姐 是生意上的事 吴侠你 先出去吧 那你千万不要动啊 去啊 现在会不会说那时候 那个过去哪儿呢 哪能够同意啦 我回向方先生 你灯 therefore 我对 Discナ・・・ 要召句话 您说 温先生们已经是隐退江湖的人了 他不想成天卷入到这些是非当中 所以 他想让你从他的生活当中消失 消失 是什么意思 我去哪儿 凭你的本事去哪儿不行 大不了你可以回重庆啊 我没想过跟吴霞分开 这一点温先生也想到了 所以 他另外又给你指了一条路 什么路 和吴霞一块儿去美国 但是你要保证 再也不参与日本人和重庆方面的事 至于美国那边都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 这件事您能不能让我想一想 可以 你可以慢慢想 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方先生 你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 你给文先生惹了多少麻烦 你自己也清楚 文先生是为了吴霞小姐一忍再忍 本以为你会悬崖泪嘛 没想到最近你是越演越厉 变本加厉 所以文学才这么决定 说句实话 你能有另外一条路选择 在文业这儿 已经是破例了 想吧 慢慢讲 想好了 告诉文先生一声 那我这几天能不能 还暂时借住在府里 可以 但是住几天你可要考虑好 也要看文先生有没有耐心 他若有耐心的话 也许你可以住上几年 也没准 明天就会有枪顶到你嘴里 但是有一点 在你做出决定之前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吴霞小姐 听懂了 懂 听懂 老爷 我到银行去拿两根小黄鱼 来儿看病 要花钱的 等等 你要去哪儿啊 放开 你在唱吗 不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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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生 我想问一下 刚才来的那两个人 办的什么业务 对不起 先生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银行有义务 为客户保守秘笔 来 谢谢 我是日本军部的 那也不行 除非是由我们银行总部的通知 抱歉 事情先生 我来取一点钱 为我的女儿治病 你放心了吗 秦先生 您怎么又回来了 请再帮我取一根小黄鱼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点事情要办 好的 报告长官 秦文莲又进去了 秦太太呢 没注意秦太太 刚才还和秦文莲在一起 秦经理 秦太太 让您久等了 这是您保险箱的钥匙 一切都已经办好了 谢谢您 好 那就这样 Mit 进来 进来 御法官 有位秦太太想要见您 进来进来 好 请 秦太太托儿来访 有何事叫 于先生 文莲让我来找您 文莲兄找我有何事啊 于先生 我们全家 现在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这次来 是求您帮我们的 秦太太 有什么话 坐下慢慢说 此事从何说起啊 都怪文莲一时糊涂 跟着汪精卫 搞和平建国 说是救民与水火 这下倒好 军统三天两头地上门威胁 前两天还绑架了我们的女儿 日本人 怕文莲投靠军统 整天地派人盯在家门口 稍有不慎 他们就会杀人灭口 于先生 现在 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秦太太 并非我袖手旁观 我只是特区一个 法院的审判厅长 视角颜危 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于先生 我们只是想请您 保管一把保险箱的钥匙 靳太太 那你能告诉我 这保险箱里藏的是什么东西吗 只是一些文件 文莲为了不给您添麻烦 所以你最好还是不知道为好 靳太太 我于国华 从来不做糊里糊涂的事情 于先生 为了这个东西 前两天小女才被绑架了 直到现在还神志不清 对你 我们不是刻意要隐瞒 靳太太 文莲兄不想告诉我 那就说明我没有这个德行 担当此人 你说的 文莲 御法官 秦先生他 怎么样 东西存进去了 东西我已经放好了 那就好 可是 御先生不肯为我们 保管那把钥匙 顾华兄啊 刚才那人可能没有跟你说清楚 这钥匙就是我们全家的性命啊 文莲兄 刚才秦太太已经说了 要此事关系重大 你还是领导他人吧 这白钱 你们两个就守在这儿 谁都不许进来 文莲兄啊 你我是这么多年的至交了 难道你就看着我们全家 引颈待遇而无动于衷吗 那你能告诉我 这保险柜里藏的是什么东西吗 刚才 郁先生问起来 保险箱里装的什么东西 我没有告诉他 我会考虑 我不会看着你 我会想做什么东西 我会想做什么东西 对 你不会想做什么东西 也不是要陷你于不义地卖国勾当 既然你都不肯帮我 看来是老天要惩罚我呀 来酒 进留步 你不肯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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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规律藏的什么东西 但是你能保证 这保险规律藏的东西 不会损坏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吗 我保证 此事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还会对战局有很大的帮助 我保证 此事不但不会危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你不肯帮我 老爷 太太 小泉先生来了 小泉先生来了 她带着个日本的医生 正在跟小姐看病的 让开 让开 是秦先生回来了吧 你们先出去 秦先生 小秦先生来也没事先打个招呼啊 这位武田先生 他突然有空 我来不及通知你的 武田医生 小女的病怎么样 刚刚已经看过了 武田先生要回去好好地制定一套治疗的方案 那就有劳小泉先生了 好 告辞了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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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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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老三 如果病人出现两种以上的情况 就可以确诊 根据我的判断结果 和他们家管家的口述 我认为这个病基本上可以确诊 我是想问你 他的反应会不会是装出来 这种状态有人会装出来 不过我用强光对他的眼球 进行刺激性检查 从他的瞳孔收缩的速度来看 他的神经系统 确实比较乱 这也是人的自然反应 我认为这不是装出来的 这个方涛 他怎么还赖在咱们家不走啊 这小子惊人的 他知道日本人在咱们家门口布了暗哨 就等着他出去 你上次跟他谈了 他怎么也不给个回信呢 他是存心的 心里面啊 就是不想和小姐一块到国外去 他要是不愿意 我就不能让吴侠跟他在一起 看来 先得把他从咱们家赶出去 要是不愿意 好好感觉 再来 我希望你能爬去 这四个人 就能不愿意 不愿意 还要是段落 郁国华 这个时候 他去找郁国华干什么 我怀疑 他把胶卷放在了郁国华那里 他把胶卷交给了郁国华 就等于交给了重庆政府 可是他还没有拿到特赦的收益 除非他想找死 秦文莲和郁国华是多年的好友 史经军 你知道吗 秦文莲是从重庆出唐的 郁国华对她是很有诚见的 她能把胶卷这么重要的东西 托付给别人吗 秦文莲 前辈 我们要不要把郁国华抓来问一下 史经军 你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 把租界的法官抓来审讯吗 有新的明明啊 三组成来的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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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泉大佐 这是一段在汇济诊所 对江洪的监控记录 在江洪的社会关系中 这一诸记中药铺最为可疑 我们的无线电侦测车 经常在这一路段 侦测到以神秘信号 据我们的监控记录 每次江洪去过朱记中药铺后 这个神秘信号 就变得异常的活跃 不错 辛苦了 过去休息吧 是 冯先生 怎么了 冯先生 你派人跟踪我 我为什么要派人跟踪 你派人跟踪了 我发现有人跟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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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不是你的人吗 我们对冯先生的信任 是游牧共睹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秦总 会是什么人在跟踪我呢 既然冯先生是双面坚定 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我理解你的压力 上次因为绑架秦岚的事 我的部下质疑我 现在又有人跟踪我 而且跟踪我的人是谁 我竟然不知道 冯先生 你放心 这个局面 我们很快就会打破 冯先生今天来 还有别的事吗 他 刚从树丰那位 接到的重庆命令 重庆方让你协助第三组 绑架梅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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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们是想通过梅腐萍的口 了解到协议的内容 好 这是个好机会 好 好 冯先生 把这个命令去跟第三组人见面 到时候把他们全部引入圈套 我明白 来 冯先生 请留步 冯先生 有一件小事 想问一下 请讲 好 过去我们也截获过像这样的迷奸 但是无法先饮 难道你们用的不是国际上常用的绿化菇 绿化菇 嗯 那是道光年间的事了 我们军统用的是硝酸亚铁 墨水的浓度不一样 相对应的咸饮机也不一样 只知道墨水的成分是脱节不了的 原来是这样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用加热的柠檬水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这位是三组组长杨楚九 这位是九组组长冯如泰 冯组长 兄弟我是中校军线 不知道你是 我是少校军线 这次重庆也是命令我 协助你来完成这次任务 梅府平是汪伟的要员 他进进出出 身边都跟了很多特务 不知道冯组长要如何的协助呢 杨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伺候实施 你的小组在外面接应就可以了 这是重庆交给我的任务 你的任务只是协助 杨兄我一点没有要跟你争功的 再说了 最后向重庆汇报的 还不是你杨兄吗 如此 我该如何感谢你冯老弟呢 感谢用不着 以后高升了 别忘了我再行了 前辈是不是要彻底铲除军统的组织 我跟冯如泰已经商量好了 好 这是我们的计划 你来看 军统方面给冯如泰勒下了命令 要他绑架另一个参加了日王协议签约的要员 你来看美副萍 这个美副萍每次周末 都在日桥海源俱乐部 大桥派 他们准备在这个周末 绑架他 你看 这是俱乐部的平面图 到时候 封如泰会协调军统第三小组 在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 实行绑架行动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一下 请别讲 等美副萍进入海源俱乐部以后 我会在里面控制他 小伟 你开车在门口接应 我们人手不够啊 这里 这里 谁来接应 这么大的动作 当然不会只是我们几个人 我已经会同第三小组的人参加 这两个路口 由三组的人来控制 然后从这条路往东撤 飞燕 你控制这条路 等我和小伟的车 从这里过去以后 你把这个路口封死 还有什么建议 我不同意这次行动 理由呢 顽店刚破获 原因没有查明 这个时候 我们组织这样的行动 太危险了 这次行动 是由重庆协调调调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拒绝参加 当然我也知道 现在行动非常危险 我会冲在最前面 我们要抱着 杀生成人的信念 来完成这次任务 不要再说了 你们还有什么细节 需要补充的 要不要叫上涛哥 当然 一定要带上他 我来安排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 陈辈江 就是跟方涛联系密切的江洪 还有江洪经常去的 那个足迹中药铺 这次做好准备 同时把他打掉 前辈是要一起收网 嗯 同时 如果他们 方涛都是中共的人 那么方涛出事了 他们一定会专一 我们要在他们抛掉之前受网 能多抓些人 尽量多抓些人 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干一场了 嘿嘿嘿嘿 这还都亏了封如泰的帮忙啊 世敬军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华之华 小军前辈 您确有过人之处 值得我学习 但是我实在不能认同 一华之华 可以根本地解决支那问题 好了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争论了 你去准备明天的事情 好 真是个固执的家伙 一凡 什么事啊 刚才冯若泰打电话了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 他说转告你就行 他说什么了 他让我们明天中午把方涛送出府 他在门口接他 他为什么不直接和方涛说呢 反而要我们送他出去 这什么意思 这我也搞不懂 他还说 不论我们用什么手段 只要把方涛送出去就行 嗯 这么看来 他们之间也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温爷 他们之间有没有问题 跟咱们没关系 我担心的是无侠小姐 这一次啊 好不容易把方涛给弄了出去 千万不要让无侠 把事情给搅和了 是 飞燕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明天 还有行动呢 我想在这儿多陪陪你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预感不好 飞燕 别想那么多了 又不是第一次 还不是怪你 说什么抱着杀身成人的信念 说得我心里乱极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实际上 每次行动 无论我安排得再周全 都是很危险的 飞燕 你知道我最近 什么想得最多吗 是什么 我在想 什么时候 能带着你和我们的孩子 去一个没有战争 没有刀光剑影的地方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哪怕是过着普普通通 平平淡淡的生活 都会很幸福的 好 等战争结束的时候 等我们不再握着枪的时候 我们就搬到一个小城住下 开个小酒馆 你呢 在柜台算账 我在后边炒菜 让我们的小宝宝去跑堂 什么 亏你想得出来 让我们儿子去跑堂 让我们儿子去跑堂 你想得出来你 舍来 女朋友们 伯飞燕 早点休息吧 希望我们明天能活着回来 我给你熬了点糖水 对了 我姨妈生病了 我待会儿要出去一趟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等我啊 好 你要是饿了的话 就吃点点心 好 我走了 萌衣 小姐已经走了 动手要快 好 吴叔叔有事啊 闻先生上次让你考虑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还没想太清楚 能不能让我在这儿再多留几天 不行 闻先生已经等不及了 好 你要是今天还没有想好的话 那我只能请你到外面去想 您现在就要轰我走 不敢 我只是替你表舅传一句话 他在门外面等你 那我去穿下衣服 不用 好 吴叔叔能再麻烦您一件事吗 说 借我一把枪 谢谢 谢谢 好 哥 快 快 吃进去 你吃进去 我的天 我吃进去 剑 你吃进去 你吃进去 我吃进一步 ressive 什么地方 我们要快抢 那我得回家去取枪 枪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这是大德旅社四楼客房的钥匙 你的狙击位置就在哪里 大德 大德 请老师 快吃 快来 快吃 好 美府平九点半准时到 我会跟他一起进去 十分钟以后出来 我记住了 救了 你现在哪里 美府平育 Мар wants 哈哈 他来了 他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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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 有狙击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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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快走 前辈 没事吧 我没事 世纪军 把这些战士好好地埋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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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掩护你 快撤 不能扔下你了 快去中央铺 那里有电台 快 快 站住 别动 把手举起来 放下枪 走 马医生 闪开闪开 闪开 闪开 来 大祖 实在对不起 我们一个小队的人 连一个方敲都抓不住 简直是皇军的耻辱 请你出发 请准处罚 弟兄们 今天的事情 责任不在你们 回去休息吧 是 报告 请 派去汇气诊所 和朱记中药铺的人 都被巡捕抓走了 那蒋红的情况怎么样 那蒋红的情况怎么样 蒋红重伤被巡捕带走了 生死未明 朱老板当场击毙 还有那个用中正式刺刀的人 也在汇气诊所 但是被他跑了 又是一个活口都没抓到 嗨 是我办事不力 对不起小姐 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我有急事 找这里的姜医生 针锁里已经没有人了 慕容小姐 助探长 你找姜医生有事吗 姜医生是我的私人医生 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里发生了枪战 有人袭击了这儿 他们的目标正是江湖 那姜医生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伤得很重 正在圣医院抢救呢 慕容小姐要是没什么事情 你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来 乌侠 谁是叛徒 是方涛 方涛是叛徒 这不可能 在诊所遭到日本人袭击以后 我看到他 可这也不能说明 方涛就是叛徒啊 如果他是叛徒的话 那我为什么没有被抓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我来就是提醒你要小心的 可是 这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征兆 叛徒叛变 还会有征兆 姜医生的被死 中药铺的被破坏了 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出来 无侠 敌后斗争就是这么残酷 你根本不知道 谁会成为最可怕的敌人 明白吗 那 那我们该怎么做 杀了他 如果你不杀他 他就会杀了你 只有杀了方涛 才能保证组织 不会受到更严重的破坏 现在江医生在医院里 暂时在寻谱的保护之下 但是方涛不死 江医生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 你明白吗 乌侠 如果你要动手 千万记住 他是神枪手 你只有趁他不备去偷袭他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有什么事到春秀里来找我 冯先生 从今往后 你可就脱离苦海了 想当年 我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平主义 一心要负命强光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收场 冯先生 于是要往好处下 干我们这行的 有几个能全身而退的 我现在还是很羡慕你的 冯先生 冯先生 喝多了吧 小冯先生 你用不着跑 只是军统配给我的枪 我已经用了它多年 我就是用这把枪 杀过日本人 也杀过共产党 可是我现在用不着它了 可是我现在用不着它了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但是把武器送给别人 那是最高的荣誉 小冯先生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用那把难堵失似了 你别不爱听 你们日本造的枪又重又笨 出速还慢 没有欧洲枪好用 可那毕竟是我大日本帝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 我用起来有自豪感 你是在校园男子 中国没有自己制造的枪了 温先生 我们不谈这些 今天是喝酒 为了庆祝你重获欣赏 来 只可惜今天让风涛给跑了 你放心 冯先生 他跑不了 我赶到诊所的时候 江医生已经被巡捕带走了 等我到了中药铺 朱老板已经牺牲了 呢 您这里也会很危险 您千万要小心 这我知道 我想要一部电台 我想重新跟重庆取得联系 电台的事啊 我得请是件商��领导 我先走了 方涛 你上哪去 我得回我住的地儿取东西 那不行 那很危险的 可我的狙击枪放在我住的地方 我如果没有枪的话 我什么都不是啊 董玉忠 你干嘛 你这个叛徒 我不是叛徒 我杀了你这个叛徒 你放他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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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江医生出事了 我到处找不着你 我不应该来这儿 这姐姐全是日本人 不要靠近窗口 我在那儿坐好 日本人在楼下 你又怎么能伤得来 从对面房间翻过来 那为什么他们不抓我 不知道 可能在等我吧 你知道叛徒是谁吗 不知道 你曾经说过 迫不得已的时候 会向自己的同志开枪 现在我们内部除了叛徒 这算不算迫不得已 算是吧 那对待叛徒 应该怎么办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近距离开枪 瞄准对方又还不会 双手握枪 连打两枪 不要看对方眼睛 不要看对方眼睛 上 他给他打开枪 都给他打开枪 儿子 放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涛 方涛 你别吓我呀 方涛 方涛 你要坚持住 你不要吓我 方涛 大佐 什么事 施进去 冯先生 坐 冯先生是自己人 有什么话就说吧 对不起 大佐 我们方涛公寓的行动 失败了 怎么回事 晚上 慕容无暇去了方涛公寓 里面传出了枪声 我冲进去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 出来后 我们的兄弟被打死两个 谁开的枪 不知道 我敢肯定 一定是冯头干的 快 快 快 你赶紧送到我的房间 怎么这么多血呀 胡夏怎么了 音娘 你先别忘了 你赶紧打电话叫医生 好好 二音娘 你赶紧加派人手 住手中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大丽娘 你赶紧弄点酒精 弄点止血的东西送到我的房间 好好好 小王 你快去问我 快看医生来没有 小姐 热水来了 你要伤呢 来了 你完蛋 来 你了 有 医生呢 医生怎么还没有来呀 听老三说 他伤得不轻啊 要不我们去看看他 侮辖 这怎么那么多血啊 你怎么搞的 谁打的房头啊 我打的 你打的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医生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只睡常误会 爹 我先不跟你说了 你说 这一枪能是吴侠打的吗 这一枪要不是小姐打的话 她没道理往自己身上懒的 男女在一起谈恋爱 这打架能有动刀动枪的吗 那可是要命的事情 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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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你不能睡着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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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能睡着了 小姐 小姐 医生来了 王爷 要说小姐呢 是有点任性 但也不会平白无辜地 开枪打人呢 要我看 还是方涛的问题 不管谁的问题 既然打了就打准点打死他 打了又去救 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说 要传出去的话 那多狼狈啊 公爷 如果纯粹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大好处理 怕就怕方涛因为别的事受伤了 到我们府里来养伤 那麻烦可就大了 别的问题 你是说 他和日本人有关系 你忘了 你忘了 上次小泉刑训他 他咬牙挺过来 你说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 是啊 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要不 咱们干脆把他绑起来 人皇府将得一算了 王爷 您开玩笑吧 杀死方涛 不知道会得罪谁 日本人都没有杀他 你动手不合适 我现在是咬不动脚不烂 咽不下呀 一凡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要我觉得这事还是从长计议 要想出一个办法来 既让小姐满意 又不得罪日本人 大佐 我们在慕容府监事的人传来消息 说方涛身中枪伤 被慕容无瑕带进了慕容府 您好 慕容府 请问找谁 请问找谁 小泉先生 好好好 我去看看 小泉 找你的 小泉先生吗 好好好 我去看看 找你的 找你的 有什么事吗 明天 可以 好的 我准时到 小泉叔 明天约在小世界见我 果然被我们了中了 既然是在我们的地方见你 他应该不是来对付你的 你赶快起一挂看看 明天 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的 小泉先生 找我有事吗 听说 你剿灭了军统的一个小组 向你表示祝贺呀 金先生 不应该向我表示祝贺 我们是同喜呀 我这喜从何而来呀 你知道吗 这批军统分子 就是一直骚扰你和你家人 绑架你女儿的人 是吗 抓到活口了 很遗憾 一个活口没抓到 但是已经一网大惊 你给你的家人可以告证无忧了 可是没有活口 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些人 就是绑架小女的那些人呢 你还记得你派的申报的交卷吗 我找到了 在他们身上 那就对了 那一定是这些人 看来我得马上回去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女儿 也好让她不必再害怕了 嗯 好好好 木龙先生 方涛是在你家养伤过 这事又跟您有关吗 方涛中枪跟我无关 他既然是您的人 我们不会不打招呼就动他 那我就多谢您了 慕容先生知道方涛是什么人吗 小泉先生 您这个问题啊 可真是问到我的心口上了 虽然 方涛是吴侠的男朋友 可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弄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路子 当然 他肯定 不是您喜欢的那种人 那好 慕容先生既然知道 他是跟我们皇军作对的 就请把他交给我吧 您这话说的 您要是想抓方涛 完全可以像上次一样 到我府里去抓就是了 没必要和我打招呼 慕容先生看来 还在生我们的棋呀 上次的事情我们做的事太鲁莽了 现在咱们说开 方涛的身份 慕容先生也是有所了解 这次 谁也抱不了他 不过皇军在上海 还是需要慕容先生的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跟慕容先生 缓和矛盾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个 中国人不就是讲究个面子吗 我现在把面子给你了 希望你也给我一个面子 你是非常好 小璇先生的这番话说得很实在 但是呢 方涛现在是在邦的人 而且地位不低 能不能这样 再给慕容先生一段时间 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好不好 对对对 您既然给了我面子 就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把事情办得周到一点 好 没问题 刚刚得到消息 绑架兰儿那伙人 让小泉的人给消灭了 真的是绑架兰儿那伙人 是啊 我交出去的假胶卷都找到了 他们会不会把这笔账 也算到你的头上 不会 他们是冲着眉府平去的 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重庆方面 会不会再派人来找我们呢 管他呢 只要暂时没人来骚扰咱们 先过两天太平日子再说吧 咱们明天啊 就把兰儿送到余人开的疗养院去 只要兰儿的病好起来 咱们出逃的事情 再另做打算 我们现在就要紧紧地盯住慕容府 日夜守住 绝不能让方涛再次逃脱 明白 施敬群 有一件事情 是你应该做的 自己做的事 你说不说的 怎么办 你中国人和英雄你怎么办 我就是管辻块 再次逃脱了 看一遍 这太干了 什么 发过的事 属峰现在存在的唯一理由 就是 你对帝国的重彻 杀了他 垮过他的尸体 你就是帝国合格的军人 杀就听施锦军说你是色衣双全 今天一件果然名不虚传 可惜呀 自古红颜薄命 小泉先生 您难道会看相吗 难道您能看出我天生命薄 看相我不会 但是我知道明年的今天 就是姑娘的忌日 你们想不想要 杀就听施锦军说你是色衣双全 听见一件果然名不虚传 可惜呀 自古红颜薄命 小泉先生 您难道会看相吗 难道 自古红颜薄命 您能看出我天生命薄 看向我不会 但是我知道明年的今天 就是姑娘的祭日 小薛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姑娘不要再装了 跟你联系的两个军统小组 都被我消灭了 你的顶头上司冯儒泰 杨厨九 也都已经死了 不过素闻姑娘五计竞争 不过素闻姑娘五计竞争 今天我能亲眼一睹吗 好啊 爽快 请 闹 osób 注意 我们可能日不过 new 沒错 就不过 娠 anderen 所有人 我们可能中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你恨我吗 对不起 我不该不相信你 我真笨 我差点就该枪打死了你 他就让你被日本人伤 这不是 没死了 没死了 小姐 老爷在书房等你 乌侠 告诉爹 这一枪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都是误会 什么误会 误会就是误会吗 那好吧 就算是误会 爹也可以不追究 可爹要跟你说一句话 这一枪 你既然打了 就不应该再救他了 你们以后 还能继续相处吗 爹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想想 破境难远 你们之间的裂缝 是难以愈合的 爹想 要是你下不了手 就让爹来 爹 这次是我真的误会方涛了 你可不要对他做什么 现在不是我要对他怎么样 你知道方涛是什么人吗 是什么人 他是专门跟日本人做对的 现在日本人要他的命 那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在上海滩 谁不要给您点面子啊 这次日本人没冲到咱们家里来杀人 那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今儿一早 小泉已经约我去谈了 人家说得很明白 方涛他必须死 这次爹也没办法了 不行 如果方涛死了 我也不活了 你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我告诉你 这次你必须听我的 爹 如果你把方涛交给日本人 你就是汉奸 你 你 你胡说什么 我说你要是跟日本人做交易 你就是汉奸 你 你 你打我 你打死我好了 你打死我以后 就可以把方涛交给日本人 你就做你的铁杆汉奸吧 吴家 小姐 温爷 这是怎么了 这个小丫头 她居然骂我是汉奸 我做这一切不全是为了她吗 温爷 您息怒 这事得从长记忆 不能急在一时 温爷 您快去看看小姐吧 快 快 等我出去 走开 吴侠 你这是干什么 爹 从现在开始 我就一刻不离地守住方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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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凡 这事你说我该怎么办 昨天我们算了一卦 是井卦 你不是说改易不改井吗 但是井有一凶不得不防 你说说看 所谓迎其平是其凶也 井要是满了就有凶险了 你是说凡事不能做得太满太绝 对 不管方涛是什么人 你都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 这样对你很不利 更何况 吴侠对方涛的心思 依我看 你不如顺了天意 同时也顺了吴侠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放方涛走 你不是曾经也想让方涛和乌侠去美国吗 现在正好日本人想和你修好 你可以跟小泉去商量商量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可以跟小泉去开这个口 可是 我不能让乌侠跟着方涛走 小泉先生 我一直把您当成是我的朋友 我想以朋友的身份和您谈方涛的事情 那是小泉的荣幸啊 我那个女儿啊 她就是认准了要跟定方涛 她一听说我要把方涛交给您 她居然拿起了一把枪 把自己和方涛关在异间屋子里 谁要是敢进去碰一下方涛 她就要开枪 还有这样的事情 您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方涛 让我骑虎难下呀 可为了我女儿 我又不得不 小泉先生 您也是做父亲的人 您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心情吧 我想要不这样 先不管方涛是哪方面的人 也不管她从前做了什么 我尽快地 把她和我女儿一起送到美国去生活 当然 以后皇军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尽力而为 这样可以吗 好 慕容先生 作为小泉个人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作为一名帝国的军人 我是实在无法答应你的请求 难道你连这一点面子 都不肯给我吗 我跟您保证 方涛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慕容先生 也许我应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如果方涛是重庆分子 这个面子我可以给你 但是方涛的真实身份 是共产党 什么 他是共产党 千真万确 那 那我女儿她 非常抱歉 其他的要求我都可以满足 但是方涛必须死 好 坐吧 乌霞 你出去一下 我要跟方涛说几句话 不行 爹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在场 乌霞 这儿 就我和你无数俩老头 能把他怎么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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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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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吗 方涛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们要老这么动刀动枪的 我怎么能放心把女儿交给你呢 我明白 破镜重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们闹到这一步 我知道了 方涛 人都说我们青帮是跑江湖的 你知道江湖是什么 您说 江湖是什么 我也记得了 他不是什么 他会回他 在中国РЕ公里 战步 最后 我想 选文 是 小孩 质疑 江湖 有 去美国 我爹说的 对 那你的任务呢 我现在跟组织断了联系 而且还得需要时间养伤 小泉答应你爹说 可以让我们结婚 出国 只要我不再回来了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你爹说结婚的当晚 就让人安排咱们上船 等咱们一上了船 就能摆脱日本人的监视 到时候再偷偷想爸爸跑回来吧 结婚 我们真的要结婚吗 委屈你了 就当 当逢场作戏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们结婚以后怎么办 不是跟你说了吗 结婚当天晚上 你爸安排人送咱们上船 等到了国外以后再偷偷跑回来 你听明白没有 大姐 你早上买了吗 买了 大红走 祝他们早生贵子 我也买了盒糖果 祝他们俩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你们看 百合花 祝他们百年好合 三妹 你手里拿本什么呀 这个呀 圣经啊 无侠不是信教吗 让他天天阿弥陀佛 无侠信的是阳教 他信上帝 不信菩萨 不能阿弥陀佛的 二姐 你就不懂了 在中国那就是菩萨 在国外 那就是上帝 孟爷 我们该走了 一帆 晚上的事安排好了吗 您放心 万无一失 交代下去 千万不能伤着吴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我来送你上路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个叛徒 今天我来 就是为了给冯老板和小伟报仇的 我不是叛徒 我们两个小组都遭到了埋伏 就你活了下来 现在你还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大张旗鼓地结婚 你还说你不是叛徒 向北野 这件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你别废惯了 方涛啊 好了没有啊 方涛 快出来呀 怎么还不出来呀 等一下 方涛 好了 方涛来了 打赫你走吧 我们走 方涛好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不会是伤口又疼了吧 没有 走吧 点个人 都好 我 好了 肚子 Bravo 扶 伤心 ப 自己 org уч 方涛先生 你愿意娶慕容吴侠小姐为妻吗 从此后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安宁还是战乱 都始终不离不弃 相进相帮 一辈子厮守终生 我愿意 慕容吴侠小姐 你愿意嫁给方涛先生为妻吗 从此后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安宁还是战乱 都始终不离不弃 相进相帮 一辈子厮守在一起 我愿意 好 我以神主之名 宣布你们成为合法夫妻 现在你们可以交换戒指 我愿意 不应该交换战 谢谢 you 这事在演戏吗 如果是 你就把戒指交给我 我自己戴上 如果你也认为这是真的话 你就亲自给我戴上 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恭喜你啊 慕容先生 多谢了 拜拜 好 以后你们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相信我 我相信 一定要 您放心吧 我记得 开车 我们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 大总 早就准备好了 开车 小姐 车要加水吗 我去买两个油墩子 你等我一下 你伤还没好呢 你现在真想吃啊 你等我 我去给你买 师傅 给我来两个油墩子 好的 好的 要新鲜的 现炸的 好好好 小姐 你的油墩子 哦 好 好 停 停 好 好 好 报告 无侠 无侠 爹 方涛呢 方涛他 他怎么了 他 孩子 方先生他 太惨了 父侠 你不要太伤心了 爹一定会帮你查出来 是谁干的 爹不会放过他的 可能是谁 肯定是小区 是小区 好 莫容先生 小泉先生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等他们上了船你再动手 而且你还答应过我 不当着吴侠的面杀方涛 你怎么能不守心有呢 莫容先生 我可以给你保证 这不是我的人干的 我的人一直埋伏在船上 你就别骗我了 亏我还那么信任你 亲手把方涛交给你 这倒好 吴侠 他现在整天是大哭大闹 滴水不浸 你 冯先生 你认为方涛就这样死了吗 您说呢 尸体都被烧焦了 脸也看不清楚了 好 那就给我谈谈方涛吧 他生前都有什么爱好 喜欢吃点什么呀 他好像 喜欢吃一家生煎 经常去的 那一家 生煎馒头啊 刚出锅的 来 来吃生煎馒头了啊 先生 来 您来点什么 有一位叫方涛 方先生 是经常到这里吃生煎吗 对对对 方先生常来 小店价廉物美回头可特别多 我就是方先生推荐来的 方先生喜欢吃什么 给我原样来一份 您里边请 马上就好啊 老板 先生 请问方先生每次来 都是坐在对门口的这张桌子吗 他每次来都坐那对着门口 他多长时间来一次 这不好说 不过两三天肯定要来一次 那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的 最近 我刚才还看见他在门口经过啊 怎么一眨眼不见了 刚才 就刚才 好 先生 您不来点什么 请请请不吵 傻 Hyne 启动 追 哎 你是不是有交流障碍啊 没有啊 那为什么每回都是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呢 那你不问我 我说什么呀 哥法无尽 报告 我说什么呢 好 好 方涛 这是你最后想吃 却没有吃到的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方涛 这是你最后想吃 吃 你走 我不想看到你 方涛更不愿意看到你 慕容小姐 我是真心来祭奠方先生的 是你杀了他 我没有杀他 尽管我一直怀疑他 我发誓 以我军人的名义 我不相信你 你走 好 我走 我希望我们的误会 到此为止 往下之跟她 Selaho 我们现在有两个当务之急的事情 轻巧 一 是在勋谱手上的江洪 这是我们寻找共产党的唯一线索 第二 就是秦温连手上的胶卷 让我是夜不能寐呀 小学先生 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来对付秦温连 那太好了 但是在你的新计划里 千万不可使用武力啊 否则军部会给我麻烦的 我这次不会动用任何武力 只是我不能公开露面 我需要一个人 以军统的身份 来替我跟秦温连接触 正好 七十六号有一个叫唐冠桥的人 过去也是从军统投证过来的 我信得过他 明天我把他调过来 交给你 由你来调遣 太好了 冯先生 你对秦岚的事怎么看哪 秦岚是职业特工 他怎么可能被下除毛病呢 对于他的病 我一直表示怀疑 我也认为 他的病十有八九是装出来的 秦岚现在不仅仅是个便捷的间谍 更是汪精卫手下药员的女儿 我们对他 要放之在放啊 秦小姐 这个你还记得吗 他的情况没有一点进展 那怎么办呢 秦岚先生 有一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什么办法 就是最近国际上刚刚推出的电机疗法 用微热的电流刺激患者的大脑 对于抑郁型精神病的治疗是很有效的 电机 那会不会电死 感谢观看 接下来 一个是车他的 路由于流液 习建筑 你守在门口 谁都不要记得 你看 我是英机关的小泉 如果你实在回忆不起来 我用电机来帮助你回忆 我知道你在香港受过电机 伊福特的电压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这两个电机同时作用在你的大脑上 我稍稍一增加电压 你的大脑就直接击穿了 到那个时候 你就真的变成傻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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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